歡迎大家出席今日的記者會 最新的中抗蠢個案是第22宗 她是55歲的一個香港居民 一個女士 其實她是21宗的太太 她在2月1日發病 發病的時候其實她是在日本 她跟先生1月28至2月1日去了日本玩 然後先生1月30日發病 她就2月1日發病 開始發燒、喉嚨痛 2月2日就開始有些輻射 進去隔離營 衛生署會如何平衡風險 就是在船上隔離 她提到七個聯網已經準備了 起碼要一間置信診所 想問會不會早一點 我們要去檢查一下 我們要去檢查一下 整個搭檢查 所有的旅行 在旅行旅行 我們也要請問 所有民眾 如果他們有旅行旅行 旅行旅行旅行 19日 這月 他們可以通過 我們要來電話 如果他們有病毒 他們可以到處理 他們一開始 準備宵舊 也可以考慮 也要照顧 9年 兩萬 目